日前南投卫生局中疗卫生所吉祥公所 举办《我不要烟酒兵》国小卓社活动的颁奖典礼 表扬获奖同学 多位贵宾也到场共享盛举 共同呼吁民众不抽烟喝酒或嚼槟榔 无烟无酒无槟榔 对我们人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人家说吃饭会带到喜怒 吃饭两会带到口汤 吃酒开车对我们的生命非常危险 所以我们普通生对这个都要有接触 维持无烟无酒无槟榔 这种状态身体会健康 抽烟年龄层有逐渐年轻化的趋势 举办此活动 让学生可以了解烟酒及槟榔 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远离不良的坏习惯 生活周遭很多这种人 因为像我们中疗乡也是 就是槟榔的故乡 所以就是也看了蛮多 就是可能吃槟榔造成口腔癌 然后有一些 就是像家长都会有喝酒的习惯 那长久我也看了很多 就是因此得了肝病 甚至就是一年早逝的也很多 会觉得说对小孩子还有家庭而言造成了很大的遗憾 所以能够不要这样的话就是最好的 不良的习惯有害身体健康 亦本料已显乎于民众 可以开始戒掉不好的习惯守护自我的健康 为了维持身体健康 大家也必须说要稍微吃一下 不要说这样 酒饿吃就吃点水 开车也非常危险 这个粉吃太多 因为我们肺部也不好 本能吃太多 有时候人们说口腸来也很多 所以说大家要稍微煮一些 为了让人的身体健康 为了家庭的幸福 必须说这三项要更远离 更好 借此活动 希望能让学生了解到烟酒冰对身体的危害 期望相关单位持续推动活动 让孩子远离烟酒冰狼 守护孩子健康 明义新闻庄博君中疗采访报导